曲名字幕 李宗盛 所以就像老堅 二晚上就把水滴進去 你一會兒駕駛不到電單車 沒有,那沒有駕駛 駕駛駛的車子駛駛地鐵時 濕透了,越駕越駕越低 即是越駕越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昨晚,做完字幕後 我便趕著出去買東西 然後買完,朋友打來 公司的駕駛叫救命 我看了兩天,不是很對勞 醫生說駕駛要安樂死 又要開刀 是不是有三個方案? 醫生花了一堆錢 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駕駛安樂死 第二個方案就是駕駛吃重藥 但駕駛都會爆腸死 第三個方案就是駕駛開刀 駕駛頂不住,都是要死 但我想問,藥的話很小 真的很像我們人吃的藥還是怎樣 不是的,是開了粉 然後我問,可否讓我看看是甚麼藥 真琴而獸的藥 傳過來的藥 五種藥 五種藥都不是鷹駛藥 而是幾十年前的 Baitreel、伊貓、稻蟲 有些其他消炎藥 人們都買了幾毫子粒 我心想,駕駛你街 舊藥都舊到二十年前的技術 為甚麼你會看藥? 之前有錢九個這隻鳥 很厲害 然後我跟她說,你不要去覆診 我說你現在死定了 那隻鳥 牠不斷醫了整個星期 都沒有食物 我說你不要說牠醫治了牠沒事 沒有菌 那隻鳥餓死了 很可憐 那隻鳥根本就不是這樣 很可憐 那隻鳥又要營養、供給又要等 他說叫我教牠 我說我怎樣教你 我說要插喉又要等 你夠不夠泡? 他說不夠泡 我說那不如這樣 我說你相信的 你當作給了我 然後 你扔給我 你肯定搞不定的 那隻鳥明天就死了 我看你發了一些照片 對,牠不是鳥 已經變成一隻鳥 明天就死了 你給我 我有20-30%的機會救回牠 但是很難說這些 有些人不相信你 但是我說 我不會解釋給你聽 因為我說你也不明白 我免得說 不愚蠢 你是牠的一線生機 我說你拿過來 牠昨天在旺角拿給我 但是你知道 我又要做節目 我試過幾次之後 哇,很辛苦 救了一救 然後我就動了朋友 其實我覺得很大責任 然後我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叫什麼 我的朋友 教我衣著 我馬上送給朋友 我說你幫幫了我 這隻東西 我是兄弟 轉手 我說你頂三天 你頂到我星期五、六天 我會幫拖 我說這三天我不行 你給我頂三天 我才馬上送給我 因為他比我厲害 然後我就動了給朋友 哈哈 成功 成功 成功了 出來拯救生命 是無所不其妓的 對 救誰救到便是誰 對 如果有女兒會弄 你要摸一下袋子 隨便 隨便摸 隨便摸 摸誰的袋子 沒有辦法 所以昨天就很累 然後回到公司 兩點 哇 弄得這麼晚 是 但是不要緊 我做到今早七點 然後才吃早餐 吃早餐更糟糕 因為很累 今晚說什麼 今晚說一些鬼怪 捉鬼的經歷 正啊 盛接著昨晚的主題 昨晚說出奇老鼠 喜歡聽出奇老鼠 我找了一個比出奇老鼠 昨晚比出奇老鼠 我比出奇老鼠 第二次說出奇老鼠 待會告訴你 今早更好笑 有時做好事 遇到好人 我吃早餐 我每天都在樓下吃 忘記戴銀包 全身只有10元 碎銀 唉呀 我也試過這樣 我家樓下吃東西 幸好在家樓下 然後很好笑 我一站起來 糟糕了 然後戴上口罩 但食物已經來了 含招 居然那位大姐 走過去跟我說 是否沒有銀包 是啊 幫你先付 她真的幫我付了 那位大姐是路過的 不是在工作的 我是員工來的 我沒有問她 她就這樣見到銀包 是否忘記銀包 我說是 我有10元 所以她給了我20多元 你吃什麼 柱子都吃過的 吃飯蛋麵 吃飯蛋麵 然後 你又認得來 是否認得來 我不知道 可能認得我 其實我是聽眾 她不好意思發聲 如果不然就糟了 我試過在樓下吃車仔麵 已經整好一碗出來 我心想 唉呀 我打開了袋 她說 你給我5分鐘 我對面的 她說 不用急 先吃完 這樣 搞得我那一刻 吃得很不安樂 然後 我現在立刻上去 有空走過去才給我 真的不急 她就這樣 很好人 是啊 如果再沒有上來 我們銀包也沒有 沒有東西抵押 是啊 錶也沒有 錶也沒有 是啊 我跟她說 不如我放下電話 不用 真的不用 普通的電話沒有用 開不到的 你走去的電話也用不到 那賣了 賣了 我想要有什麼 抵押 真的不用 女人沒事的 就哭就行了 她不記得 帶人包 還要跪 不用跪 哭 除了那些傢伙 會幫你付 為了一個五十多元 造場的大狼風 是啊 不如直接跟她說我洗碗 不如直接跟她說我洗碗 你還給她說 我待會回家又不夠錢 她再給你幾百元 OK 你有沒有試過在街上 有人跟你說我真的欠二十元 坐車回家 我真的試過給了一次 有一個叔叔問我 我不給的 但我又看見好像很慘 不給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有用 我會給錢 在街上 我會看誰 我試過幾次 以前人夫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你 有有有有 樓下有一個婆婆 有一個婆婆倒垃圾 她好笑 她有時經過會跟我聊天 她說今天又收不到紙皮 這麼冷 那些 她不是問我拿錢的 純粹伸一下 我說不要緊 我說你幫我收拾一百元 是啊 有時我會的 但那些逛街問二十元那些 正在走開 那婆婆我下次又再跟你再伸過 希望你再給多一百元 其實我沒有所謂 你逛街無緣問你 麻煩你差一點點錢搭車 那些走開 那些又是這樣 大人大姐那些 我見到她問我拿二十元 我就給了 官堂呢 很多機動部隊 糟了 我這樣說完之後 會不會很多人看我拿錢 在街上一見我 喂!我欠二十元 你知道官堂有很多機動部隊 那些什麼叫機動部隊 有些 她不是阿姐 說真的 是年輕女 她經過兩個 通常是大陸人 走過來跟你聊天 其實她是不知道生意還是什麼 通常是 什麼生意 那些走過來幫你按摩 我們收了還不到錢 沒有錢吃飯 這樣說吧 這些東西 但她會問你拿多少 我不知道 她通常一說我就打開 那就是 可能她心裡想拿你一百元給我五十元 其實她不是的 我覺得她撞正 可能想有些人好像 給? 無緣無故怎麼給你啊 想賺錢很容易 想想這些人 肉償那些 給多些行不行 一百元不要 給六百元吧 六百元可以嗎 這樣 直六百元 我懷疑是這樣 是嗎 我們來看看今天說鬼故 是 開心 這個鬼故 就叫做鬼玩人事件 是 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San Perro San Perro 就是在美國的California 這個鬼的經歷 是被譽為 是最猛的鬧鬼事件 發生在1998年 是 一個加州女人的身上 超猛 兼是有Documentary拍過的 首先 在說這個鬼玩人事件之前 我們說了 都少少時間 說鬼故 是嗎 都是我們小朋友 這麼小 入行沒有多久 都說過 幾百集而已 是 我們留意到 那些鬼 搞你 有兩種 可能性 跟著你的方法 第一種 那些鬼是跟屋的 誰住了一間屋 誰就收皮奶露 就是吃甜品收皮奶露 一種是跟人的 你去到哪裡跟著你去哪裡 這次說這個Sanperio的地方 就是 鬼是跟人的 他不是跟屋 但是他最原本 就是由一間屋出來的 但是這些跟人才死 你搬幾十萬次 他都跟著你 真的可憐 有一個女孩子 名字叫Jacky Helandes Jacky Herlandes 23歲 他有一個單親媽媽 有一個小朋友 出生了兩歲 帶著他 他當時想開展一個新的生活 搬到一間屋裡住 那間屋又不算很殘舊 是一些普通的房子 就是這樣 他本身初初進去住的時候 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在八九到九零年期間 有兩隻鬼 就長期攪著這個單親媽媽 Jacky 在Sanperio的地方 攪著他 當時 他搬了進去 最初怎樣被鬼搞 我要先說一下 當時的心理狀態和環境 因為他帶著一個小朋友 他經常要做不同的工作 去養小朋友 後來他又大途又生多一個 最終他最後有兩個小朋友 四處去工作 一做工作單親媽媽 那些小朋友 放給誰照顧呢 他就叫了隔壁的鄰居 叫做Susan Susan姐就幫他看著小朋友 然後他就可以上班 他又給了少許錢 Susan姐 他那個精神狀態 處於都挺緊張的 但是為什麼沒有錢 又這麼辛苦 還要生一個 唉 有時候中出不知道 有些單親媽媽 可能兩個小朋友 都不是同一個爸爸 他們很喜歡小朋友 仍然堅持要生第二個 第三個 我就不敢代表別人說 但是我自己本人覺得 有些人 首先可能他喜歡小朋友 二來他一生的成就就是生小朋友 他想不到其他東西就有成就 我想我可以反過來 一個角度去看 例如我們好像很喜歡寵物 那樣 就是動物 那些 例如我以前家裡有六隻 很多 搞不搞得怎樣 都是這樣照顧 對他來說可能都是這樣想 人人不同 有些人是喜歡繁殖下一代 那也是 最開始都是因為中出不大套 這些很正常 這個媽媽 她何時開始鬧鬼呢 突然之間有一晚 恐怖的事就出現了 她當時小朋友睡了 她就看一看小朋友 睡得好嗎 有沒有蓋屁 有沒有腹屁 怎麼樣 剛剛她看完電視 然後就走進去 誰不知突然之間 在房間的角落裡 她看到有一個男人 很老的男人 然後就坐在那裡 然後就看著她 那個男人的樣子 是毫無表情的 什麼表情都沒有 嘩 她很仔細地看見那個男人的樣子 坐在那裡 立即就走 她走去哪裡呢 她立即到隔壁 跟鄰居說 她說 我看到那個男人 很老的 糟糕 光光地頭 毫無表情看著我 那一刻她知道是鬼嗎 她知道是鬼 她的樣子是鬼樣子 不是實體 然後就很緊張 那她的鄰居 Susan就跟她說 不要 慢慢先 先喝一口水 掃我背部 她就靜下來 聽完她說之後 她的鄰居 就很好笑 正常來說 就可能不相信 一旦相信一旦不相信 一旦相信那些 就按為她 不相信 就當她傻子 她鄰居相信 她鄰居就說 喂 這樣?這麼糟糕 喂 搞不定 家裡有隻鬼 不如這樣吧 你看看電視 哪個靈異節目 哪個幫到拖 打電話上去叫她幫拖 難怪你經常收到這些急救的事件 有救救的 救救有的 真的 有的 就是看了我們這個恐怖一盒中 昨天才有 真的 一會兒說給你聽 昨晚才有 昨天才說給你聽 然後 那個人就跟她說 她說 你先撐住 她說我幫你聯絡一人 名字叫Berry Dotter Berry Dotter的名字 厲害 Dotter Berry 她說你先撐住 剛開始那隻鬼 怎麼搞的呢 搞得不厲害 她只在家裡 就會聽到一些 不明來歷的聲音 例如 有一些很高頻的尖叫聲 在牆壁發出來的 無緣無故坐在看電視 牆壁發出來的 牆壁發出來的 嘩 你有沒有 什麼事啊 接著 在天花板 有些東西就開始刮 鑽兩下 在天花板上面 即是樓上那層 角樓下面的 角樓的地板 其實我覺得住屋 有很多陰濕位 例如上面 不知道 在天花板開個洞 其實有一個堂梯 可以爬上去 有很多位置 建築的時候 你未必會去到一些位置 封死了 可能是二手地租屋回來 你真的不知道 哪個位置封住了 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 住屋就是這樣 對 恐怖 其實我一般喜歡住屋 我也不可以 太大了 第一件事是打你麻煩 第二件事 如果有人弄完 我沒問題 但你叫我自己弄 我就不會 我真的不行 有人弄就可以 有人弄就可以 我也是覺得不行 有人弄就可以 即是你沒有錢 煮什麼康市 說真的 這麼辛苦 有錢有工人 就不會到他們弄 沒所謂的 有誰 麻煩剪了些草 剪2cm 不要剪3cm 不夠美觀 知道嗎 哈哈哈哈 接著呢 他的朋友就去他家裡玩 是 去Jacky的家裡玩 接著就糟糕了 開始這間屋 就出現了一些 不明來歷的球體的光 在房間裡慢慢滲出來 即是鬼火的那些 能量球 能量球 好了 接著 哇 什麼事 然後他們就馬上拿一部相機 去拍照 誰不知他一拍的時候 還沒遞相機 所以他看到能量球 慢慢幻化著一個很瘦 臉很乾的一個老的男人 又出來了 一個男人 在窗門外面 突然之間顯現出來 窗門門外面 是 好了 有幾個人在這裡 大膽 撞膽 是吧 有幾個人 立即開門去撞哪個老的男人在這裡 沒有人的外面 通常在這些靈異事件裡面 人類是會敬畏一些鬼魂的 他不敢得罪他 聽你說 不要打傷他沒事 燒些東西給他 之餘之餘 但是這個 你不要忘記 Jacky是窮的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阻礙著 是吧 他就馬上 他這群朋友 和他的前夫妻 就是以前的老公 就在這裡說 喂 不如這樣吧 他說這樣也不行 幾個人都見到 騷擾你們 不如 叫他出來說數 噢 斟數 是吧 你想要些什麼 你說吧 不要經常搞了我們 想怎樣 想搞什麼 加上我說租了 是不是 我給了錢 你又沒有給 不要那麼多事情說 可以嗎 打算這樣 然後 Jacky就問他老公 可以 這個方法可以 請問 怎樣叫鬼出來 怎樣叫鬼出來 對吧 對 對 你找師傅 或者你自己去找一些通靈的方法 那這群人呢 Susan就說 喂 我們不認識的了 跟業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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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業主知不知道有鬼 這個人挺搞笑的 那呢 Jacky那個業主呢 就馬上問他 喂 什麼事 這樣說 你家屋不乾淨啊 是啊 不乾淨啊 找你回去清潔啊 不是那些不乾淨啊 清潔不了啊 是 有些鬼啊 那業主就說 這麼糟糕 我們打算叫他出來說數 先招呼你 那業主呢 就真的說 喂不要 你不要自己說 他說 我叫一些神父來 叫一些牧師來 是 牧師就搞了 我們普通人拘捕不到鬼 他不射我們 那業主呢 就真的有幫忙 就叫了一些牧師去到這裡 好 怎知道牧師呢 就來到 搞了一大論之後呢 牧師又說了一件事 他說 這間屋呢 就罵不罵鬼呢 就 不知道 這個女人呢 是被魔鬼在附近 騷擾著她 你說住在裡面的女人 是呀 魔鬼騷擾 他說 Jacky有問題 他有問題 不是家屋有問題 然後呢 就走了 他不是得罪了什麼魔鬼啊 鬼啊 他得罪了 那個牧師應該不相信他們說話 不但 那個牧師就打電話給那些 兒童 什麼 保護兒童會 關外兒童 關外兒童 那些 公文真的譯不到 Tribe protective service 保護兒童組織 你喜歡譯什麼都可以 愛護兒童之家 也可以 對 他沒有說 於是那群人 就馬上來捉了他 捉了Jacky 他說 他說這些話 他是不是吃了藥 吃了毒品 為什麼會這樣 看到幻象 他小朋友有沒有受到傷害 可能身上有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沒沒有沒有沒有 hambogen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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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Hause 沒有我帶ana French 就沒有了 沒事的 就純粹覺得他媽媽 也不照顧自己 怎樣搞了生徒仔 他媽媽梳了 Island 那這個牧師 就打電話給那些 ir童之家 叫人看他的 好 毛走 怕她傷害而逃 其實沒有 她只是撞鬼 檢查到當然沒事了 她繼續可以照顧那些小孩 最初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到之後她生了另一個女兒出來 那些靈異搞搞陣的現象就開始 你以為沒事 不是 越來越厲害 有一次Jacky就回家出了街 她之前就買了瓷石 那些瓷石很多被小孩玩 砌東西 沒有人搞過瓷石 而且那小孩只有兩歲 一個很小 她突然回來 她就很害怕 她看到雪櫃裡面的瓷石 是串了幾個字出來的 那幾個字是什麼來的呢 她說 Get the hell out 即是說她們走了 如果說粗口的話 走一開 走 滾 滾離開這裡 即是她的男人大約是這樣的 這隻鬼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天花的角樓 對呀 我經常覺得這個框框很恐怖 這個是第一隻鬼 這是第一隻鬼嗎 第一隻鬼 他被兩隻鬼搞的 這個是第一隻鬼 那她當時 最初就很害怕 然後她當晚就馬上離開 那離開就怎麼辦呢 她聽到有一些很沉重的呼吸聲在她旁邊 即是那些老人家的呼吸聲是比較大聲 那些廢工人就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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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聲音 嘩 就閃了 然後她就打算叫兒子一起走 叫帶兒子一起走 怎知道她進到兒子的房間裡 糟糕了 有一個很老的男人就坐在兒子的床旁邊 陪著她的兒子坐 又是呢 樣子是目無表情的 但是呢 眼睛看上去 有些 他有這樣形容的 是Burning Red Eyes 很紅的 是 紅得像著火一樣 就是Burning Red Eyes 沒有表情 他又不是生氣 又不是笑 又不是哭 就是圍照的樣子 圍照就沒有表情 是 後來呢 她這樣實在太害怕了 也不知道怎麼辦 到了 她 狗不狗離開 狗不狗回來的時候 發現這間屋子 多了另一件更特別的東西 那樣東西 好像有一些 橙汁色的血水 就在牆上滲出來 哇 她有一次在做家務的時候 發現了 為何這間牆上那麼多水 原來是那些 爆渠啊 血液和瘦食 我不知道 我以前在家裡試過 是嗎 是怎樣 地殼無端的牆上有水 一塊水 但是水不會有色的 沒有色的 那些瘦水 還是那些管 那些污垂水 後來我叫業主 把地下的喉 全部關掉 重新駁掉 那些喉 就沒事了 就是地下的喉 地下的水 但是它這些不是的 它有一種好像血感的物體在裡面 是 很奇怪的 然後開始 晚上 就會有一些 不同的東西在飛來飛去 看到這間屋 就是剛才說過的能量球那些嗎 類似是嗎 閃閃的 它形容不了太多了 即是一聲就飛過 譬如很簡單 是 我現在有一張刺子 突然之間 你睡覺在你面前 兜東西飛過來 問你是甚麼 你回答不了 是是是 你看到 那是甚麼 不知道 一坨東西 形容清楚一點 它真的不知道 是白色 其實是一張刺子 不知道 它是鬼魂 頭髮 不知道 白色 一團 是 球狀還是仙狀還是 瘦 它真的不知道 就是等於這樣 回答不了 也是也是 然後呢 好了 剛才就說 有個奮唱竹鬼 叫Dr.Berry 是啊 Dr.Berry 就收到一個通知 然後就說 喂 說得那麼濫烈 幾個人 好像 按鍵 就立刻帶隊 兩三個人下來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那你做得這些 甚麼 竹鬼敢死隊 靈異探秘 Dr.Berry 你落到去 怎樣也不少一些工具 是啊 無緣無故你叫我們兩個去探秘 我們都有些工具在身上 難道逃手跟你去嗎 也是 對不對 不多不少都把工具在身上 不要玩了 是嗎 是 沒理由沒有工具 可以去做這些 應該是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機器 可以錄下來的東西 那些甚麼 甚麼都好 錄聲 那些 震鬼MD錄音帶 那些呢 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 怎麼用的 大熊 沒有 震鬼MD錄音帶 其實是播出一些高頻的音量 是令鬼的耳膜會穿的 如果你有鬼出現的時候 你按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耳膜不會穿 我們是不會的 人是聽不到的 不同聲頻的聽到的東西 那我們去吧 叮叮叮不是你的 是 就去吧 超似的 接著 好了 那兩個人就下來了 嘩 怎麼一次呢 發生的事 就是更恐怖的 他們兩個 來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 嘩 本來那隻鬼就閃閃閃閃 在那裡 就是 綠色光啊 叫做 若隱若現 好像穿一件 雷屎絲質 是 不帶巴 那樣若隱若現 對 到那群人下來 那隻鬼是直接閃閃閃的 嘩 即是蕾屎都不穿 絲質 內衣都不穿 整件絲衣都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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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看到了 那隻鬼 很清楚 那那個 這個形容詞 Dr.Berry 進去的時候 嘩 真的有鬼啊 然後 都要進去 進去那間屋 他進去已經看到鬼了 接著 糟糕了 整間屋 剛才不是滲血水的 整個屋充滿著一種 非常臭的味道 是 臭到黏了 即是那些血腥味 然後 本來在天花上 剛才的角樓 就有些聲音 砰砰砰 砰砰 即是狗一狗的 我給你聽 這樣聲音而已 突然之間 好像有一部冷氣機 坐在天花上 就是這樣 砰砰砰的聲音 本來就是 砰砰砰的聲音 現在就是砰砰的聲音 不是砰砰的聲音 是 接著 他們形容那種 砰砰的聲音 就是 那個Dr.Berry說 不行 上面好像有隻 200磅的老鼠在走 老鼠在天花上走的時候 就是砰砰砰的聲音 你想想 有隻200磅的老鼠在天花上走 就是砰砰砰砰砰的聲音 他們開始就覺得 喂 真的 不太行 還有沒有200磅的老鼠 怎麼辦 這樣就是 我們 有點緊張 他們有沒有想去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說得 非常之巧 他們就點 那個Canberra Man Sorry Canberra Man 那個Canberra Canberra Man 就馬上說 喂 Canberra Man 上去上面看看 讓你先走 看看拍到什麼 你一定要上去拍 小心點 打開那個東西 就開燈 鬼就怕光 然後就放一些攝影機 錄像是否錄到東西上來 不用怕的 我在下面扶著梯 我在下面有什麼事叫我 是 那條小子 就立刻上去了 立刻上去了 誰不知他上去的時候 嘩 糟糕 他見到 首先有一個鬼的印象 是有幾個人頭 發出一種悶悶不樂的聲音 即是一打開 那個天花已經看到了 嘩 嘩 有幾個人頭圍著他 那這個人呢 嘩 乃 乃 那怎麼辦呢 想下來 是 是下來不下來 為什麼 拉著他 拉著他 因為 剛剛這次就結束了 所以就 很緊張了 第二節就還帶了一個 為什麼下不來呢 這班人呢 是搞不定離開的 總之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 以為你聽過第二節 總之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立刻離開呢 是 很恐怖 第二節再說 好